绿巢的发现或者是伊斯兰教党的崛起 我觉得谁要负很大的责任 第一 乌统 诚信党 公正党 你们一样 你们得不了马来穆斯英的支持 我觉得他们要负上更大的责任 特别是你们今天执政了过后 撒弄西还有这样子的平台 以前我们有秋光要有这样子的平台 DFD会塑造这样子的人 巫统也塑造过红山军 那个在学州 加玛在州政府面前冲凉洗澡没有水的那一位 他们也有经历过这样子的时代产生这样子的人 但是你看在这种的 我只可以讲在媒体上的交战下 诚信党跟公正党是比较弱的 真的比较弱的 他们有可能我不否定他们在一些政策上 会有一个很好的见解 真的是在耕耘 很像马华这样 我只会服务 我不会耍嘴炮 然后另外一边就讲我会耍嘴炮之类等等的 所以作为人民的一点呢 我觉得人民啊 听政治人物讲话 现在特别是马华跟行动党是成为 都可以成为好朋友 巫统跟我们可以看到 哈密迪跟安华可以抱在一起的时候的年代啊 马来西亚人 特别是华社也好 马来西亚的穆斯林也好 我们一定要醒来哦 怎么醒来呢 就是政治人物的嘴啊 真的是会骗人的嘴啊 所以有可能他们今天有可能是你的政治秘书啊 他明天讲你是恶魔 西蒙政府 特别是行动党可以得到超过9%的马来穆斯林的支持的时候 然后其他的政党 包括共政党、诚信党 可以获得一定的这个城市的穆斯林 或者是马来穆斯林的支持的时候 所以他们没有加大化的一些耕耘 不然Mujjahid会输掉 连他自己的堡垒去 他自己耕耘这样久的地方 Mujjahid、Yusof、Rawah都输掉他自己的地方 我觉得相当 我跟他是认识的啦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这样好的人被刷掉 但是也遗憾的 是否是否大家在这方面做的不够多 我觉得大家先不要把一些挑战写出来 然后更认清 更跟 我觉得诚信党也好 现在团结政府也好 如果要谢绝这个伊斯兰教党的崛起 你们应该要做的更多 而不是去享受做这个当官的一些讲法 所以你们今天 现在执政党的嘴脸啊 越来越多 以前我讨厌马华的嘴脸出来了 我讨厌的武统的嘴脸 现在还是武统的嘴脸了 所以有时候我喜不喜欢啊 我们开始觉得 月亮代表我的心好像开始讲人话了 某种程度上 某种程度上我们开始觉得 他们好像讲对的东西了 Bersatu好像讲的东西 又好像是比较在制衡政府 一面倒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对我来说 如果单靠伊党执政马来西亚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马来西亚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还有沙巴跟沙拉越 这一点 所以沙巴跟沙拉越的一些领导 跟一些土著的一些政党呢 我觉得他们很难单独的 在没有其他政党的状态下 就是包括土团党啊 还有其他政党状态下 单独跟伊斯兰教党合作 是不可能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还是 你看他们还是 伊斯兰教党喜不喜欢 还是局限在半岛这一边 沙巴沙拉越这一块 这个伊斯兰教党是无法渗透的 如果西马有政党要去渗透沙巴沙拉越的话 还是步步为营 还是我感觉上是没有成功的 除了比较成功 我看到的案例应该是行动党吧 就是有国会议 有出任过国会议员 有连续几届的国会议员 好几个国会议员 整个附近区都是行动党的一个状态 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 其他的都好像比较不太成功 所以在短期内 你在短期内 你认为我反而不认为 但是什么状态会认为 等带马来人 马来穆斯银的人数越来越多 非穆斯银的人数越来越少 少之又少少之又少少之又少的时候 那一天有可能我会很可怕 因为但是至少现在 非穆斯银的人口的结构下 还有一些理性跟城市区域的 一些马来穆斯银的支持下 我觉得 医生教党要执政也很难 不认为我带斯银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我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